成功上市 香港成功上市 香港成功上市 藝人朋友紛紛道上祝福 因為歷經四次地表延遲上市後 聚勳傳池終於如願以償 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上市首日蜜月行情加持 盤中一度大漲超過百分之四十八 中場漲幅收斂上漲百分之二十三 售在五點二六元 公司創辦人之一 周潔倫母親葉惠美 已持有百分之十二點四五 股份受益權 身價更直接衝上五千四百萬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十六點九三億 昨天它的IPO的蜜月行情 漲幅四八 它應該在今年相關港股 一些新掛牌股票裡面 表現算是相當亮眼的 若是以發行價四點二五港元 相當於新台幣十七元來說 每人五百股只要中千 就能直接現賺四千多塊 最新傳奇在二零一七年成立 除了主要販售防彈咖啡品牌之外 還有賣低碳飲料 護膚品等等 雖然周杰倫本人並沒有直接參與 寄星傳奇的營運也沒有持股 不過公司裡光是涉及周杰倫 及其智慧財產權的產品 就佔了營業而近百分之四十 身運傳奇高層成員 更集結了周杰倫商業與生活中重要夥伴 包括母親葉惠美 發掘周杰倫音樂天賦的楊俊榮 周杰倫好友方文山等等 他跟周杰倫相關的經濟公司簽訂了十年相關的可能在經濟 演唱會的一些相關合作的一個 還有授權的一個方案 但是回歸到軍營傳奇 他的一個股價的轉強 我覺得當然對於兩岸三地一些相關文創股 我覺得會有些示範的作用 周杰倫情從二零二一年九月開始 四度闖關IPO 原地上市計劃也忽然在今年六月喊咖 如今終於上市 能否在低迷的港股中持續拖延而出 受到關注 三宣室關的報紙